那适合的特质 适合广告系的特质的人有哪些呢 其实我只要觉得说 你早晚会做梦 就是一个适合进入广告系的人 因为我觉得只要有创意 你脑中是有一些想要实现的一些创意梦想的人 其实我觉得你都可以进入广告系来进行就读 那再来是第二个是非常是安 是擅长与人互动的人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广告系里面 常常都会有就是teamwork 就是团队合作 那很多分组报告啊 或者是分组作为 其实都是跟大概不同的人啊 大概四五个 或是六七个同学一起合作 那其实我们团队合作的机会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向 或是比较不善于跟人际互动的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就是数学有专精 所以你可能算不善常与人互动 但是你很会做行销 你很会做一些策略上面的发想 我觉得那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内向的人适合吗 但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数学有专精 那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互相carry 因为我们既然就说是团队合作 我们当然就不会放弃每一个团队的成员啊 我们就是会一起合作跟把他们就是一起 吸手的往前往我们的成功的步伐那边迈进 所以内向的人我会觉得你也是可以来读广告系 不用太害怕说我不善于跟人沟通的话怎么办 那你就去做你擅长的事情 擅长会话那你可以去做会话 那你可以你可能擅长影片拍摄 那你去做影片拍摄啊 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很talkive 就是很可以去讲话的人才可以进入广告系 再来我们广告系所带给我的软实力有哪些呢 其实第一个的话就是我想说就是在于我的协调工作上面 那尤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做了公关长 所以其实我对于如何去跟别人应对啊 在应对技巧上面我都变得非常的远润 跟我可以适时的调整不同的面向去对待不同的 可能是面对学生啊或是面对学弟妹啊 或是面对老师或是客户等等的 就是让我这个拥有一个很好的舍参莲花的沟通技巧 然后再来是独立设计 那这一个图片看到是我之前帮我学长画的一个叫做曼陀罗的绘画 那他之后就他请我帮他做一个自清的图片啦 所以我就帮他设计这样子 那也是在这一个大四的一些过程当中 应该说我在大学过程中我就开始练习自己的独立设计的技巧 然后再以及是危机处理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个行销修换案的时候 总是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那当然我当公关长的时候 其实也会常常遇到很多危机的事情突然发生 那像是可能今天明天有一个重要贵宾要来我们的毕业展 那我可能今天就突然被我们的老师或是主任交代说 我立刻去找寻可能大概四位学弟妹来当成他的保镖啊 或者是随护等等 就是他的事情真的太临时发现可能是晚上七八点 但是我要立刻准备 因为可能明天就 明天那个贵宾就要来了 我们必须在可能十二个小时之内把这件事情完成 所以我要如何危机的去紧急的应对 跟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其实都在这段时间跟大四 应该说一年到大四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去训练出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那再来是思辨的能力 思辨的能力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在做一个行销企划案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开始了解到这一个产品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这一间公司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去锻炼自己的一些 如即思考 然后去了解到如何运用一个有效 又有办法快速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是不断不断的在训练我们的思辨的能力 那未来出入非常多元 这一部分其实就是 只要是有在做商业行为的地方 其实就会有广告人的出现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一句话叫做 如果当不了总统那你就去当广告人吧 那其实我就觉得说确实这一句话也说的没错 那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出入的话 其实也是像刚刚有说到可能去媒体啊 或者是去当广告人或者当设计人 或者当公关人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说 身为一个广告人真的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 但是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辛苦的复苏想跟大家说说 就让你们去了解一下真实的面貌是如何 那像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瓶颈一 就是客户的刁砖 那第二个瓶颈的就是灵感的枯竭 以及第三个就是我们创意的限制 那客户的部分 其实有时候客户他们可能会 就是临时会在你快要下班的时候 就跟你说 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做一些案例的分析啊 那你就想说天啊我都要下班了 但是没有办法可能 客户他可能真的很临时 只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就只好去协助他完成 那再来是灵感的枯竭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因为你可能做了一年两年的一个广告人 你每天都在不断的不断的绞进脑子的去想出一个big idea 你去想出一个好最好的一个创意出现 那有时候你也是会有灵感的枯竭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去放个假呢 还是你要去总换一下刑警等等的 这都会遇到 这都是常常遇到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是第三个是创意的限制 好比说我可能现在想要做出一个运用虚拟实境完成的 街头 街头枪战活动 但是这个创意非常 这个创意虽然非常的好感觉又非常的酷 但是你真的能够做出那么真实 那么大的一个范围的街头的枪战的一个活动吗 其实这样的创意上面其实还是会有限制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个三个瓶颈里面不断的打转 那常常也会让我们绞尽的脑池去想尽办法去把这件事情把它处理的最好 那再来是相似科系的比较 那这边主要是拿我们美术系跟视觉传达器来跟广告系进行比较 那广告系其实就刚刚前面有说 它其实就像是一个行销跟设计并重的一个科系 那美术系的话 它其实就是比较像是平面设计啊 或者是其他的美财的一些绘画作品 那可能会是着重在个人的一些创作理念的展现体现 那视觉传达的话则是会有像是 它可能是用电汇的方式 多媒体的方式 动画的方式去将他们的一个设计领域给它发展出来 那其实这方面两个其实应该讲出来 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了解到美术系啊 广告系跟视觉传达器这三个系之间的不同的点是哪里了吧 它的奇蹟 到不 44达的更新的影响 听传达器这些画作品 有点像是超级的 有点像是2013年 一样都是2013年